主料,雪梨一个,罗汉果二分之一个,补料,川贝母粉一克,冰糖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先将雪梨顶部切下当成盖子,然后用铁汤勺发空内核,变成一个容器,将罗汉果切拌,里面的部分也最后,放入雪梨中,倒入一克的川贝母粉,放入冰糖一小块,最后盖上雪梨盖子, 放入中国蒸汁一个小时即可食用,烹饭技巧,以确保对维生素费的需要,富含维生素A的食物如胡萝卜,南瓜等亦是不可少的,这些营养素都有保护呼吸道黏膜的作用,妈妈们尽管放一万个心,宝贝会欣然接受的,另外离皮不小调,是为了方便用勺子将饼里炖烂的雪梨肉与铜螺和果汁一起吃下去,也比较美观。 如果喜欢短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